台灣現在的防疫措施 只看眼前 不看未來 我不知道當英國 當歐洲解封 完全解封 連口罩都不要求 我們真的要過一個鎖國的生活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 剛好最近有很多人 因為合理旅館 莫名其妙被匡列 付不起三五塊塊 然後又沒有辦法工作 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那我們就要思考一下 這是反應還是政客的盤算 我們來關心一下 台灣現在國內有一件事情 我其實一直覺得 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我覺得我一直想要跟台灣所有的 那當然大笨中是叫不醒啦 我其實要喚醒一下 台灣現在在疫情偏安心態的 這個台灣的很多朋友們 不分藍綠 大家有人都覺得說 台灣現在這樣很好啊 都沒有疫情都沒有什麼很好 犧牲一點這個民主 犧牲一點自由 那這個被騙也無所謂 反正沒事嘛 那你們這些海外的人 也別也不要跟我們這個說三道四 你看你自己家都已經 五個人都得過Ormico 然後外面的這麼嚴重 一天多少人這個得了 多少人死了 話是不錯 可是各位要想一個問題 也許我們在第一階段 那時候在什麼戴口罩啦 那時候紐約真的是一天死了一堆人 因為來勢洶 完全沒有抵抗力 甚至24小時之內就掛掉的人 可是這個病毒一直在演進啊 我們不能拿第一代的防疫觀念 來面對現在已經到了第四代的防疫觀念 各位看看啊 一開始是COVID-19 後來有Alpha 還Beta 反正中間又演變出現了一個Delta 現在又出現了Ormicron 現在Ormicron之後我們又開始演進 那因為這些病毒他們一直在改變 它的致死率 致病率降低 傳播率增加 慢慢變成流感化 因為病毒也想要永久生存 所以我們是不是還要拿第一代的防疫措施 來看待第四代的病毒的行為跟防疫 這個問題我覺得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 因為我們付出的代價是 是讓國外的人進不來 是讓台灣的人出不去 是讓百頁蕭條 各位不要去看那個經濟數字 那是假的 造成的影響可能一兩年兩三年後 再慢慢才會發生 現在台灣的防疫措施 別的不講 外國的商務人士 商務教學 文化交流全部停擺 完全沒有辦法進行 當然你可以說老訂單還是可以繼續維護 但是所有新的商務考察 文化教育體育任何的交流通通停擺 停擺的原因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台灣現在的防疫措施 只看眼前不看未來 我不知道當英國當歐洲解封 完全解封 連口罩都不要求戴 你自己選擇 你怕感冒你就戴起來 就跟我們在過去的流感季節 過去腸病毒季節 或過去諾諾病毒季節一樣 你看過同學 你看過朋友們 沒事戴口罩嗎 沒有 就是小心把身體免疫功能提升 萬一不幸得了 就去吃藥休息個三五天 大概是這樣的心態 那從今以後 我們真的要過一個鎖國的生活嗎 我覺得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思考 我在海外的一個朋友 他最近就在過年的時候返鄉從美國 應該是從舊金山上飛機 然後回到台灣 他自己走了一趟隔離的14天之旅 那他跟我談到很多他的想法 因為他在美國也待過 也待過很長的時間 在台灣也待過 他覺得他看到的一些問題 跟大家分享 剛好最近有很多人 因為隔離旅館 莫名其妙被匡列 付不起三五萬塊 然後又沒有辦法工作 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那我們就要思考一下 這是個案 就台灣整體的經濟貿易交流 跟商務這樣下去是辦法嗎 造成了後遺症 誰來負擔 這是防疫 還是政客的盤算 談到台灣的這個國門的防疫政策呢 我想剛才聽到了一位 呃來回台灣跟美國的一位朋友 他的一個電話訪問 他說他為了要回台灣過年 那是吃足苦頭 包括了在台灣上飛機之前 要規定要48小時之內這個PCR Test 那你也知道 有時候這個時間沒有辦法算得很準 所以他就要用很多的方法 然後上了飛機 他說到台灣現在還好一點 因為過年期間是7加7 如果不是過年期間是14加7 他說短短的回台灣這個旅程當中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他說他鼻子被戳了八次 而且那個一次戳的比一次用力 他懷疑現在腦袋已經有個洞 那這件事情我其實我在做完訪問的時候 我很有感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也跟著大家傻傻的覺得說 對啊 那個國外都很危險了 台灣還不錯 那國外是不是不要回台灣 所以我的同日我的同事呢 現在在台灣的跟我說 哎呀 他說老實說 你這個題目做的一定不討好 大家一定對你們這些從國外回來的人 多半都帶有一點仇事 覺得你們這些都是有錢人 台灣仇富嘛 你們從海外回來的 你們不要回來 你回來幹嘛呢 然後你們在海外都很危險 回來都把台灣這個病毒帶進來 所以你們不要回來回來活該 戳鼻子活該 我在海外看了這個各個地方的 這個防疫的狀況 我覺得我想要把我看到的真相告訴大家 當然台灣現在疫情沒有整個爆發 那打疫苗的比那個感染死掉的人還要多 我覺得這個感覺上是台灣的疫情控制的不錯 可是如果各位去看這個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第四代的這個病毒的演變 你會覺得好像台灣的防疫政策是跟不上時代 好也許各位會覺得說你從海外回來這些 你本來就是後衛亞郎 你好野人你活該嘛 你要付錢你付個五萬塊不是問題 不然你不要回來沒有人強迫你要回來 對這說的也對 但是我覺得台灣有個問題 就是在網路上有些人開始爆料 就是莫名其妙接受到了一個被匡列要隔離 就是喔因為我們用這個實聯制發現在你旁邊 或者很近距離的人感染了 所以你要匡列要被隔離 那你要匡列你要被隔離 我說你要匡列你就要匡列 這就是台灣的制度 那我如果付不起五萬塊沒有辦法去這個隔離旅館 沒有付不起錢怎麼辦 但我聽說在桃園發生過人家說這你家的事情去借錢啊 那麼這個政府有點有點不是無情而已我覺得有點無理 而且對於很多底層工作的老百姓 特別是那種每天做工有做才有賺的人 你叫他一下子三個星期不工作 還要在他拿個三個三五萬塊出來住隔離旅館 只因為他被你認定他是匡列應該要隔離的人 這樣的做法合理嗎 台灣真的要慢慢去看現在怎麼樣 跟第四代第五代病毒共存的一個 歐美國家雖然很嚴重 但他們在嚴重之餘 他們找到了一個人類跟病毒可能可以和平相處的模式 這樣子鎖國這樣子的犧牲人權 犧牲經濟犧牲正常的所有的 一切正常的活動去換取一個粉飾太平的假數字 這對台灣人是好的嗎 短期之間這樣做可能OK 長期之內海文真的要這樣做嗎 我覺得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